中午明天起 就要在臺灣周邊大規模的軍演 國防部除了強力譴責中國 也違反這個海洋公約 昨天晚上開始嘉義 臺南等空軍基地 包含F16戰機都起降頻繁 而這一次因為中國軍演 南部海域範圍是明顯擴大 左營海軍基地艦艇 一早就出海監視巡防 陸海空全面戒備保護家園 五分昼夜 面對中國軍演威脅 國防部公布二十九秒影片 強調國軍無懼威脅 三號上午的高雄左營軍港內 海豹潛艦從外海開回軍港 只剩包含兩艘拉法葉艦等 少數軍艦在港內 受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來臺影響 中國四號起將在臺灣周邊 海域和空域 進行四天大規模軍演 兩岸人民的情感 我們也會反制任何侵害我們國家主權的行動 中國軍演範圍幾乎包圍臺灣 國防部強力譴責 表示中國以違反聯合國海洋公約等規定 和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相比 此次中國實彈軍演 南部海域區域明顯擴大 離高雄港最近只有約二十公里 海軍左營軍港出動各式軍艦出海監視巡防 不只海軍嘉義空軍基地的F16戰機 上午出動多架次 從民載上空飛過 雖空軍基地表示是正常訓練 但在臺南空軍基地和屏東軍機場 IDF戰鬥機P3C反潛機及E2K預警機等 同樣起降頻繁 培洛西抵臺讓兩岸緊張氣氛升到最高點 中共解放軍兩艘洞55型飛彈驅逐艦 早上一度出現在花東外海 離花蓮港僅有三十七里 但中科院在屏東九棚基地的火炮 試射並未受影響 如期完成 記者綜合報導